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梨鱼姬 奇象在天 诸不易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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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公元 小孩子被利用 中了一味毒 小孩子是无辜的 把他安葬了 来 谁啊 我 来了 师父 可是找我有何事 什么时候走 等汤将军回了陛下便走 早点回营 免得误事 师父这么想让我早点走吗 我这次一回去 可能要很久见不到师父了 是 心裁的衣裳好看 真的吗 只是以后少穿 免得自顾 是 师父 师父 廷尔的人为何今儿会来季风馆 他们来了 今日我在府上碰到了廷尉宗少卿 他让我闲时可以去他府上坐一坐 你是武将 不宜跟他们交往过密 还是知道 师父 可是朝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吗 是出了一点事 很严重的事吗 不是很严重 你赶快收拾行装 那些事 有哨子跟卓英他们去办 天晚了 早点歇息 师父 回去歇息吧 这白日还没事 晚上又吐起血来 医官 如何是好 公爷尚在旧患 当初从黄泉关回来 病情也曾反复 吐过几次血 如今旧伤天新杀 脉络受损 加之天气变化 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 不过没有上次凶险 开几副药 服过之后便会好转 我的身体 我自己知道 在您这什么都是小伤小病 但就算是小伤 这伤蝶伤 也受不了啊 陈中郎说得极是 您随自视年轻体健 咽下这些损伤 看上去都能挺住 但若日复一日下去 只怕 只怕什么 只怕天年难涌 手术不长啊 我去检药 哨子 送送医官 在下告退 是 方剑明 还是是你的心上人 还是是你的心上人 自开朝以来 流上方氏的家主 没人能得善助 方剑明 你身负多笔血债 怕是上天 也不肯多施舍你几年日子 不该再有奢求 这一世能护达平安周全 就已很好 好 今日你见陛下 求他把你调到中卫军 我听卓英说 宫中缺人手 我就求陛下把我调回来 负责宫中数位 此事就当没发生过 明日早上跟汤钱字 回皇权关 我不回去 皇权关不是你说回去就回去 不回去就不回去的地方 只是暂定 我说的话都不听是吗 师父希望我在皇权关待多久 或者说 师父希望我躲在那个地方多久 一年还是十年 还是等顾尘氏的风头过去 师父是希望我躲在那里一辈子吗 此事与你无关 你待在天启城也好 皇权关也好 都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在你看来 我在不在你身边 对你来说都一样 是 对我来说不一样 我要待在你身边 证明你的清白 我的事情不需要你插手 那我偏要插手呢 不要因为平日我对你宽和 就如此地任性 阳宽和 你我之间的种种 只是这样吗 是 之前你尖里迢迢奔袭 来兰兹成救我 我重伤了 你不顾男女之房给我喂药 我喜欢吃桂花糖 你不远万里 送到关外来给我 我思乡 你就陪我回家见我娘 我掉下了海 你就跟着跳下去 所有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 都是师徒的情分 那你为何亲我 你心里有我 为何总要把我推开 我想跟你在一起 对不起 我本来以为 我跟你已经理得很近了 每个人都要 没想到是我自己 自所多情了 我以后不会这样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